新聞小聲,我們先來關心嘉義關的消息 為著已經親自了解農業科技的觀點 嘉義管長王張良在農業處處處理建林的培董之下 前往台北市來拜訪將屬文學財部的農民 中建協和農友交流親聽他們的心聲 而且親自來了解科技農業對未來的苦息 台北農民中建協官本集資在台塞 本身出來有慘,而且親自有政策收購甘味 你知道建立文房式可以申請補助 又能實質投入農業,不僅已經中農五年 起初為最簡單的地管系統開始主要 後來到了嘉義中以及沃土農業相關搜集 了解土壤以及環境對一部生長的重要性 透過科學技和所技提供入接到營業 除外還在凡海科技農業創業日台 以自行建發的主動肥分、水分管理系統 將農業肥水和科技所技結合 讓你平心的肯定為三百萬組當中 勝出擁奪第一名 今天來參觀智慧農業 說實在,做農,過期大家都用經驗 用眼睛、判斷 那實際上,現在很多的農業 是可以透過很多的經驗的積累 那包括很多機器或者是電腦 或是城市的輔助 那一方面可以減輕很多的這個工作上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控制 能夠讓每一個蜘蛛啊 都得到好的照顧 然後照你要求的這個品質上面 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個處理 那所以今天特別來參觀 這樣一個非常聰明的農業 那這樣一個非常聰明的農業 絕對是農業的進化 跟農業的再一次的進步 那這樣的是未來的趨勢 那我們現在嘉義縣有一些年輕人 已經走在前面 那已經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我想這對未來的農業發展 那絕對會非常的正面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科學化的 智慧化的處理 嘉義的農業會變得不一樣 文長娘表示 過期的農業很多都是靠經驗破斷所累積的 經過現今科技的發達 農業漸漸可以透過機器設備 電腦停設定輔助總體 結合很多工作上的問題 透過智慧化機械 大小期分析混沌科技 另外應用在農業 為當中看見農業未來發展枯水 以相信未來自己農業 一定會專行進步 相信新聞中來信 台北齊 蔡康報登 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 但是不必恐慌 防疫有三手 拱手 不握手 勤洗手 做好自主管理 如果有發燒 咳嗽 流鼻水等症狀的時候 儘速就醫 並且儘量不要外出 如果一定要外出 務必戴上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防疫需要您的配合與參與 讓我們一起為所愛的家園 盡一份心力 讓疫情趨緩 大家安居又樂業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 大家要記得這些習慣 量體溫 勤洗手 減少觸摸眼鼻孔 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拱手不握手 發燒 咳嗽 流鼻水 請戴口罩 防疫工作 大家一起來